台东绿岛向卫生所面临医疗人力资源缺口及观光旺季将至 台东县长饶庆了一年初时特别拜会高雄艺大团队寻求协助 几经协调后达成共识 艺大医院与台东县政府于14日正式签署医疗合作书 将从4月起派遣急诊、骨科、加医及外科等医疗人员助诊 并依地方需求办理疫诊等预防性医疗服务 保障在地居民及旅客的医疗需求 由黄前县长在县长公馆所发起的Open Mind音乐会 花年来已是专属台东的休闲活动场地之一 在新县长饶庆林上任后也不中断 16日下午2点由环保局打头证 以环保嘉年华为主题 揭开今年每月一次的活动序幕 县长饶庆林表示 未来活动并不只有音乐会而已 而是结合更多艺术及文化表演活动 就像派对一样 也期待县民每月都能来公馆做客 大家一起听音乐看表演逛世纪 简短有趣的话剧表演 在台东护镇事务所前登场 为旧干新美照相馆的启动仪式 拉开序幕 台东县政府为了要让乡亲朋友们 在办理护镇业务时 不再因为照片规格不符等问题 与申办过程中来回奔波 从18号起 将台东县境内16个乡镇市的 护镇事务所及办公室 提供即时照相的服务 让民众可以省去拍照的费用 以及宝贵的时间 因应高龄化社会来临 台东县政府除了提供既有78处社区关怀照顾据点 及14处巨幅食堂外 为协助家庭照顾老人及隔代教养的学龄前儿童 台东县政府复制太马里香 扶老稀幼计划的经验 在市区设计首座提供老幼共托服务的和清堂 以带兼教养及文化传承为发展特色 促进老幼共融共学 台东县府也广要民间团体共同投入 逐步推广实践幸福台东的宜居城市愿景 位于民权里的台东市日式建筑 宿舍群身具教育及历史意义 台东县政府将于明年底前 逐一修复13间老建筑 重现日治时期风貌 有别于铁花村现代风格定位 日式建筑聚落将呈现慢步调美学 提供民众慢活的休憩空间 并且成为台东观光新标的 引领民众重温往日风情